今天的讲道题目是对福音信仰的反省 经文出自于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到十八节 让我们就将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 罗省圣经宣道会的田僧节目师 今天讲道的经文就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到十八节 我们来听今天的经文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各位宋恩堂的弟兄姐妹 主内的同工 各位的朋友 大家好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这里云端崇拜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 是对福音信仰的反省 也就是反思 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 什么是福音派的教会呢 什么是福音的信仰呢 首先我们要反思福音信仰的根源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我希望借着今天的分享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 对我们的信仰有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我们从宗教而论 福音的信仰呢 就是信仰福音的宗教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 福音信仰是信仰基督教的宗教吗 我们来看一看 维基百科里面怎么样对基督教的宗教的 做了一个定义 这里说呢 基督宗教 即广义上的基督教 是公元一世纪起源于西亚的巴勒斯坦地区的一神论宗教 信徒称为基督徒 他们相信当时一位具有权威的犹太人 耶稣是神之子 其基督 更是全人类唯一的救主 意即是希伯来人期待的弥赛亚 就是救世主了 其与伊斯兰教佛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 也是世界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 那么基督教在历史的发展下 分为多个宗派 包括天主教 东正教 新教等三大分支 基督教的大部分思想和信仰实践 源自犹太教 包括伊神论 尼赛亚 祈祷 宗教典籍 祭司职分等等 这是维基百科对基督教的定义 基督教呢 有的时候要搞清楚到底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还是新教 这里维基百科又说 无论是基督教 天主教 东正教 还是新教都是源自于犹太教 那么犹太教属不属于我们的这边所讲的福音信仰呢 福音信仰虽然出自于犹太教 但不是犹太教 福音信仰虽出自于基督教 但大家搞清楚 却不是天主教与东正教 福音信仰虽然被世人看似好像是世界的一大宗教 但是这尽量告诉大家很重要 但却不是宗教 那不是宗教那是什么呢 我们要从信仰而论 宗教信仰 宗教有仪式 有经书 有信众 信徒 有教堂 礼堂 或是一个庙 但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在福音信仰的反思的时候 我们的重点不是摆在宗教 是摆在信仰 从信仰而论是信仰福音 福音信仰嘛 那么到底福音信仰是信仰什么呢 就是福音 很简单 那什么是福音呢 Evangelium 在希腊文 Evangelium的意思呢 就是好消息 这边呢 以前的罗马军打仗 到了地方 征服了一个地方 他们就宣告 这地方呢 已经呢 归于罗马帝国所掌管了 因为打胜仗了 那这里的居民呢 从此呢 就得到自由了 在圣经里头 这个Evangelium 这个字 在Kim James 就清定本版本呢 一共出现了77次 很妙啊 刚好77次 所以在罗马的希腊的世界里头 这个词被用来呢 宣布一个重大的事件 比如新的统治者 登基了 登上王位了 或者在战争上呢 打胜仗 都会吹号 一吹号了 就是叫做好消息 就是福音 这个福音 是谁的福音 你信仰的对象是谁 是谁的福音呢 是谁的好消息呢 是信仰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那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 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有什么好消息可讲呢 可宣布呢 那就是在路加福音 第二章第十到十一节说的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就是有报给了 就是福音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 不只是犹太人的 不只是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的 不只是阿拉伯人的 不只是中东地区的人的 是全世界万民的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就是在伯利恒 被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基督就是弥赛亚 就是救世主 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耶稣基督真的是万民的救主吗 这是我们福音要反思 我们要想 这个福音好消息 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他就是要成为万民的救主 那他是不是万民的救主呢 今天我们读了经文 讲到摩西在旷野里头举蛇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这个 福音的信仰的反思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反思摩西在旷野举蛇的这个历史 我们来看 到底摩西在旷野里面 为什么要举一个铜蛇呢 他们从和尔山起行 往红海那条路走 要绕过以东地 百姓因这路难行 心中盛事烦躁 就怨赌神和摩西说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死在旷野呢 这里没有粮没有水 我们的心厌烦这淡薄的食物 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 蛇就咬他们 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 当时呢 犹太人呢 跟着摩西 出埃及 过红海 神行了食灾 最后呢 他们逃到红海的时候 神就让红海分开 让他们呢 走这个干地而过 结果 埃及的大军追来 最后呢 海水又覆没 就全军覆没 那犹太人 几十万人 他们跟着摩西呢 就到了旷野 那旷野呢 他们 走路觉得难走 就开始呢 埋怨摩西 又埋怨上帝 就说 这里又没有水 又没有吃的 吃的淡薄的食物 指玛拿呀 神啊 降玛拿 降一下 特别的食物给他们吃 他们都觉得哎呀 很淡薄啊 不好吃 他们呢 就埋怨神 没有粮食 没有水喝 所以神呢 就使火蛇 进入百姓当中呢 就咬死他们了 那我们看呢 在这些事件当中呢 百姓 犹太人 犹太人 他们犯了什么罪 要让到神 拆派这个火蛇 去咬他们呢 就是怨天尤人的罪 就是埋怨 他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 上帝救他们脱离 埃及人的奴役 他逼迫他们做苦工的 过去的日子是苦日子 现在得自由了 却不感恩 也不谢恩 我们说感谢 感恩 知道神的恩 谢谢神的恩 他没有谢神的恩 也没有谢摩西 反而埋怨摩西 不报恩 更不用说报恩了 报什么报 现在要报仇了 搞不好 对不对 所以摩西好苦啊 百姓就因为他们犯的罪 神就派这个火蛇 一种在矿业里面出现的 这种蛇 这种蛇呢 看起来呢 好像有火啊 在他身上啊 可能有人说 他的这个班纹呢 像火了 然后我们看 火蛇咬人之灾 为什么火蛇会出来呢 这个火蛇呢 代表人的罪过 人的埋怨 不感恩 我们说埋怨的思想 会变成恶毒的言语 你心里不满 你嘴巴就讲出来了 然后就讲出一些很难听 很刻薄的话 恶毒的言语呢 会变成罪恶的咒诅 我们一个人经常埋怨 经常说一些很负面的话 经常说一些很恶毒的或是咒骂人的话呢 就变成咒诅 这个咒诅的罪呢 就会跟着发出埋怨的人的这个人的身上 所以这咒诅就如同火蛇一样了 咬人的生命 这个蛇来咬人啊 就受伤害啊 所以一个人不断的在言语上 讲一些很恶毒的话 讲一些重伤人的话 讲一些负面的批评的话 这些的话语会变成咒诅 变成罪恶 那就会好像火蛇一样 不单单他讲的人 对人听的人呢 会受到伤害 连讲的人本身呢 也会像火蛇一样在伤害 对他发出伤害 所以你没有感觉到那些 哇 心中好多苦水的人呢 好像受了好多伤害一样 一些有些人讲话呢 都是很恶毒的 一听了你就觉得 他好像受了好多伤害一样 有一种受害者心态 对不对 有的时候他不一定人家去害他 但他觉得是人家在害他 他就开始看什么都不满了 他嘴巴所讲错的话 都是伤害人的话 这就是火蛇的这个象征的意义 第二火蛇代表肉体的情欲 你看这些以色列埋怨什么 没有水喝啊 这个玛拿不好吃啊 没有粮食啊 可见了人的欲望啊 就好像火蛇一样啊 你看这个蛇 这个蛇可以把一个鳄鱼给吃掉 鳄鱼可以吞下去 你想这个蛇一条细细的 他嘴巴那么大 把整个鳄鱼吞下去以后呢 你看他肚子变那么大 啊 这个蛇真是厉害啊 就象征着我们的肉体的情欲 像无底坑一样 我们的欲望 是永远不能够得到满足的 所以我们说是 邪情私欲嘛 我们有很多的私欲 私欲 怀胎就生出坠来 坠迹长成 就生出死来 这雅各书说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火蛇 就是代表着我们肉体的欲望 情欲 火蛇也代表撒旦的攻击 因为在起书里面讲到呢 大龙就是那蛊蛇 有些圣经译本呢 把大龙译成大魔蛇 其实就是一个恶兽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死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所以这个蛇 象征着魔鬼撒旦的攻击 因为人有罪 人有埋怨 人有咒诅 于是呢 就把这个撒旦的 死者就惹来了 魔鬼撒旦的死者呢 最喜欢的就是 追踪那些身上带着罪的人 带着欲望的人 带着仇恨的人 带着这个埋怨的人 那就像蛇一样就来了 我们看呢 在这个事件当中呢 这些人就来求摩西 求摩西呢 赶快向神祷告吧 那神摩西就向神祷告 神就有怜悯 就叫摩西呢 打仗 一只铜蛇 所以百姓到摩西那里说 我们愿赌耶和华 和你有罪了 求你祷告耶和华 叫这蛇离开我们 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 对摩西说 你制造一条火蛇 挂在竿子上 凡被咬的 一望这蛇 就必得火 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 挂在竿子上 凡被蛇咬的 一望这铜蛇 就活了 我们看呢 这是铜蛇的拯救之恩 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神要摩西打造一条铜子的火蛇呢 神不是吩咐以色列人 吩咐在律法上 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吗 那摩西的这个铜蛇 是不是一种偶像呢 那与亚伦的金牛犊 有什么不同呢 大家注意了 实践里面告诉我们 是不可以造任何的像 来敬拜神 把那个像当作神来拜 为神来造这些偶像 那我们现在来看 那这个铜的火蛇 耶稣说 摩西怎么样在旷园里面 举这个铜蛇呀 那同样人子也被举起来 那不是这个蛇好像也是在象征着神的儿子吗 那是不是一个偶像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在这边列一个表 那我们做个对比 亚伦的金牛犊是偶像 摩西的铜火蛇是表像 这表像不是偶像拿来拜 而是借着这一个铜蛇来预言将来的救恩 神的儿子的来到 旨意不同 亚伦的造出来的金牛犊 是听从百姓的旨意 这百姓要亚伦来做 那铜火蛇呢 是摩西听从神的旨意 是神要摩西做的 旨意不同 材料不同 金牛犊是百姓 捐出来的手势耳环 金耳环手势 但是铜火蛇是摩西拣选的铜器 是贵重的器皿 目的不同 百姓以金牛来代替神 那就是拜五项 但是铜蛇呢 是神以铜蛇来代替罪 让人看了这个铜蛇就知道 是我的罪 惹了这个火蛇来了 这个铜蛇 让他们想起了这个火蛇 想起他们的罪 你认罪 你就会忘这个蛇 功用不同 金牛 使人拜偶像而离弃神 那么铜蛇呢 使人悔改而归向神 你忘这个铜蛇就是悔改 但是金牛犊不是 你忘这个金牛犊 你是在敬拜偶像 对不对 结果不同 拜金牛犊的三千人被杀 但是凡忘火蛇的人呢 都得救了 象征不同 金牛犊象征 撒旦的权势 铜火蛇呢 就象征基督的救赎 因为耶稣基督也同样被举起来 祷告不同 摩西呢 求神 不要灭绝百姓 当时上帝很怒气 就要把整个百姓都毁灭 但是摩西的带倒 那就让百姓呢 没有全部被杀 那这里呢 铜火蛇呢 是摩西为百姓求神 蛇离开 是百姓来求摩西 为他们带倒 所以 祷告不同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个咬死人的火蛇 与一字人的铜蛇 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说是 from kill to heal 那我又 练一个表 和大家分享 一个火蛇 一个是铜蛇 蛇源不同 这个活的蛇呢 是夺人命 但是死的铜蛇呢 却救人的命 祖庭的教信是说 罪 是活着的话 人就会死了 那么 这铜蛇代表呢 罪死的人就活了 对不对 罪死人活 火源不同 火蛇因为人的怒气 埋怨 就产生出来了 铜蛇是因为神的爱火 神的恩典 这叫摩西打一桶蛇出来 所以 人的火就生出罪来 但是神的火呢 就能够除罪 目的不同 神拆 火蛇 是要定人的罪 神力铜蛇呢 是要涉人的罪 所以 定罪的刑罚 与赦罪的恩典 是完全不一样的 眼光不同 凡望火蛇的必死 看着火蛇 火蛇就咬你了 但是你望铜蛇呢 你就得救了 就得生命 所以 反正看几罪 受伤害 你看着自己的罪 你就受伤害 但是看着主的恩典 就得医治 象征不同 这个火蛇 是象征撒旦的权势 那么铜蛇呢 是象征基督的救赎 撒旦的悖逆 与基督的顺服 你看 这个火蛇代表着悖逆 人的埋怨 这种悖逆的罪 骄傲的罪 但是铜蛇呢 顺服 你看这个铜器 在火里面烧 打造出一条铜蛇出来 不就是顺服的一个象征吗 动静不同 蛇动 人静 而等死 蛇是活着 在动 人呢 就静在那里 等蛇来咬 那就等死 但是铜蛇呢 是蛇静人动 而得生 蛇是不动的 是静态的 是死的 是一个铜蛇 但是人呢 要主动的去望那个蛇 人一主动 飞向神了 你就得生命 所以这里说 魔鬼主动的来寻找人 叫人去犯罪 那么这铜蛇呢 是代表人主动的仰望神 而得救 数量不同 火蛇是很多条的 但是铜蛇呢 却只有一条 这意思是什么 罪恶是很多的 多不胜数 但是恩主 救主只有一位 这就是我们来反思 摩西在旷野所举铜蛇的 这一个事件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就要来反思一下呢 耶稣在圣城被举的因果 这就是我们要再回到 这个福音的核心 我们所信仰的这个福音 到底是什么 耶稣为何要被举起呢 每逢这节期 寻抚照众人所求的 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 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 他们作乱的时候 曾杀过人 众人上去求寻抚 照常例给他们办 比拉多说 你们要我释放 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 他原晓得 祭司长是因为嫉妒 才把耶稣解了来 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 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比拉多又说 那么样 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 我怎么办他呢 这是讽刺啊 犹太人并没有承认 耶稣是他们的王的 他们又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说 为什么呢 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他们便极力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要众人 要叫众人喜悦 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将耶稣鞭打了 交给人钉十字架 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那耶稣就是这样被举起来的 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上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祭司长要嫉妒耶稣 到了一个地步 要他死呢 第一 耶稣的言行触犯了 犹太人的宗教传统 我们看 耶稣又进了会堂 在那里有一个人 哭干了一只手 众人窥探耶稣 在安息日治 医治不医治 意思是要控告耶稣 耶稣对那 哭干一只手的人说 起来站在当中 又问众人说 在安息日 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们都不作声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 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就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付了缘 华里山人出去 同西律一党的人 上亿 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原来耶稣在安息日 行医 那么犹太人 他们的犹太教传统 是在安息日 什么都不做 连医病都不可以 所以人病死了 活该 等过了安息日再治 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来到这里 觉得这个人的律法 成为一种捆绑 是犹太人的传统 曲解了神的律法 在安息日 有人病了 当然需要得到医治 所以耶稣就医治病人 于是就触犯了犹太人的宗教的传统 那么犹太教的领袖 法利赛人 还有西律党的一般人就起来了 要想要谋害 杀害耶稣 所以耶稣是因为 他触犯了他们的宗教传统 引起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他们想要把耶稣除灭 第二 耶稣的言行吸引犹太百姓跟随 并且引起了宗教领袖的惧怕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 这人行好些神迹 我们怎么办呢 若这样由着他 人人都要信他 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 和我们的百姓 那中有一个人 名叫盖亚法 本年做大祭司 对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什么 我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 免得通国灭亡 就是你们的益处 原来他想了 牺牲耶稣 把耶稣杀了 那这样子就不会惹祸了 让整个百姓 就不会受罗马帝国的压迫了 所以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 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 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 也不但替这一国死 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 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 所以约翰就在这边做了一个注解 说大祭司所讲的话 其实他不知道 原来讲了预言 耶稣果然会替百姓死 他果然会被牺牲的 为什么大祭司会要把耶稣给杀了呢 因为他们怕耶稣万一成王之后 会引起罗马帝国的讨伐 因为罗马帝国是不容许犹太人自己有王的 对不对 耶稣讲道又行神迹 百姓都跟着耶稣 有一天要希望耶稣做王 那耶稣如果真的称王的话 那岂不是罗马兵就要来了吗 就要来镇压他们呢 那这些犹太领袖呢 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就很害怕 第三呢 耶稣揭露了宗教领袖的罪恶 并且阻挡了他们的财路 因为这一些宗教领袖并不是敬拜神虔诚的人 他们的心啊 其实呢是很多邪恶的 所以耶稣到了圣殿以后呢 就看到他们呢在圣殿里面做买卖 所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圣殿 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 便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者说 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 你们到使他成为贼窝了 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 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 因为他们 就是靠这些来赚钱的 却又怕他 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 所以这些 犹太人的领袖 借着圣殿牟利 耶稣把牛羊鸽子都赶走了 然后揭穿了这些宗教领袖的黑暗 所以他们要把耶稣给杀了 那我们现在又来到一个问题 那么耶稣是被谁举起的呢 我们来看圣经 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 祭司长和猜疑 看见他就喊着说 定他十字架 定他十字架 彼拉多说 你们自己定他十字架吧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有律法 按那律法 他是该死的 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彼拉多听见这话 越发害怕 又进衙门 对耶稣说 你是哪里来的 耶稣却不回答 彼拉多说 你不对我说话吗 你岂不知 我有权柄释放你 也有权柄 把你定十字架吗 耶稣回答说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柄伴我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 罪更重了 同此 彼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无奈 犹太人喊着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凯撒的忠臣 凯撒就是罗马皇帝 凡自己为王的 就是背叛凯撒了 我们看到 到底是谁 把耶稣 定在十字架上的呢 我们来 一样一样来看 那么很明显的 当然是罗马兵丁啦 定耶稣十字架 谁定的 当然是罗马兵啊 再来就是彼拉多 对不对 彼拉多 他吩咐命令 兵丁就去把耶稣定死了 而且彼拉多对耶稣说 你不知道我有权柄可以放你吗 对不对 但是 如果不是神的旨意 彼拉多也不知道耶稣在哪里 耶稣 到底犯了什么罪 是 祭司长把耶稣交给 彼拉多的 所以那就是祭司长哦 对不对 如果祭司长不把耶稣带到彼拉多面前 彼拉多是不会叫罗马兵丁把他定死的 那么祭司长又怎么知道 耶稣在哪里呢 那当然是犹太领袖 法利赛人 对不对 法利赛人 一直在派人 偷偷的 像间谍一样 来收集耶稣的证据 到处看 耶稣的门徒在哪里 所以是犹太领袖 还有希腊王呢 这个是 圣经有几个希腊王啊 这不是大希腊王 大希腊王当时已经死了 杀婴儿的那个 后来这个希腊王 希腊王也要杀耶稣 因为万一耶稣做王 不就是影响了他的王位吗 好了 那么犹太领袖和希腊王都要杀耶稣 于是呢 就要找到一个人 谁 犹大 犹大是耶稣的门徒 所以耶稣的门徒犹大 拿三十块 三十个银两的银子就 把耶稣给出卖了 所以我们看到到了最后 彼拉多来问犹太人 问百姓 你们要我释放一个囚犯 是巴拉巴呢 还是耶稣呢 其实彼拉多并不想把耶稣定死 因为耶稣没有罪嘛 彼拉多认为他是个好人嘛 巴拉巴还是强盗 但是无知的群众呢 说把耶稣定死之下 你看 所以无知的群众也是耶稣的凶手 所以我们看到一二三十五六七 好像都是有份 都是凶手 把耶稣定在死之下 但是我们先来看看 第八 是不是耶稣自己呢 耶稣怎么说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所以是耶稣自己 他说如果不是我把自己的命舍了 谁能够来定我十字架了 对不对 谁能够捉拿我呢 所以耶稣是自己舍的 他有这个权柄 把这个命舍了 所以是神的权柄 是耶稣自己权柄 不是彼拉不多的权柄 对不对 当然也不是刚才所有的 这些人 都只是一个媒体 一个工具 那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 那耶稣是不是自杀了 还是被神所杀了呢 正如犹太人 借着罗马人的手 把耶稣定死了 那么神是不是 也同样的借着人的手 把耶稣给杀了呢 那这就是我们要 对我们的福音信仰 那个反思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要进一步的 来界分 什么是自杀 什么是舍命 我们看 一般来讲 有意外的丧命 有的人出交通意外了 意外身亡 还有玩命 有的人喜欢冒险 爬山摔死了 游泳淹死了 各种不同的死法 失去自己的生命 这是玩命 还有杀人偿命 他杀了人了 夺人的命 所以人家要追索他的命 以眼还眼 以命 偿命 对不对 再来就是恶人夺命 这是被人给杀了 对不对 再来就是救人舍命 为了救人 所以我就舍去了生命 所以这些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失去了生命 但是每一个情况都不同 那么自杀又怎么样呢 自杀我们要看到目的 下面好几种自杀 一种为战争 为恐怖主义 背着炸弹 自杀了 以前神风赶死队 日本人呢 开着飞机自杀 为爱情 失眠了 痛苦了 自杀了 为债务 还不了债了 自杀了 为疾病 太痛苦了 一死百了了 为邪教 有人入了邪教 被洗脑了 以为死了就上天堂 所以就自杀 就上天堂 为了受逼迫 被压逼到一个地步 压力太大 迫害之下 死了 不如死了算了 还要为忧郁 有的人忧郁了 也会死 想不开 不快乐 在思想 想不通 精神有问题 也会自杀 所以 耶稣是不是 这七方面呢 肯定不是 耶稣是不是意外死的 耶稣是不是完命了 所以上了十字架了 是吧 耶稣是不是要杀人了 所以他要偿命了 耶稣是恶人夺他的命 没错 恶人要控告他 诬告他 然后呢 我们看耶稣是救人舍命 我们来看一下 耶稣肯定不是自杀 也不是上帝把他杀了 耶稣是舍己 是舍命 因为爱的缘故 这很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耶稣要舍己呢 他为什么要来这世界呢 上帝 为什么要让他的独生子来这世界被人杀呢 因为富士人的罪 为了普世人的罪 不只是犹太人的罪啊 不只是罗马人的罪啊 而是普世人的罪 所以他为了人的罪 他来到这世界 倒成肉身 要付代价的 要面对 第一个就面对撒旦的攻击啊 撒旦就要来杀他 所以婴儿 耶稣在婴儿的时候 撒旦就借着西利王 要把所有的婴儿杀掉就面对追杀了 和他试探对不对 对他发出试探 再来西利王 对不对 再来就是犹太的领袖 再来就是祭司长 啊 再来呢就是犹大 啊 一步一步来啊 耶稣为了普世人的罪 他为了舍己 啊 为了罪人的缘故 结果要面对撒旦的攻击 西利王的追杀 犹太人的谋害 祭司长的嫉妒 犹大的出卖 啊 彼拉多他本来是要放耶稣的 结果怎么样 他为了讨好的犹太人的百姓 群众啊 那么就来就是无知的群众 啊 这些无知群众 因为祭司长的巧说 所以糊里糊涂的就要把耶稣定私架 所以彼拉多也无奈 就听从了这些无知群众也就把耶稣定私架了 那也就是因为犹大为了贪 啊 啊 虚假的跟随耶稣 所以就出卖了耶稣了啊 也就是祭司长 他 他们啊 明明知道有罪不肯认罪 不肯听从耶稣啊 他们认为耶稣不听他们的话 所以情愿把耶稣除掉啊 这些犹太领袖他们利益受到影响了 财路被耶稣阻挡了啊 这些犹太人不听啊 啊 百姓不听犹太领袖的 不听法利赛人的话 所以他们呢就要把耶稣杀了啊 叙利王也是 撒旦更加要阻挡耶稣来这世界 完成的救恩 他却没想到呢 耶稣的牺牲啊 当然还有罗兵 罗兵是最后的 他只是一个执行者 耶稣的这个舍己啊 经过这一些人的手 其实真正的 把耶稣给杀了就是我们 所有罪人啊 因此耶稣是顺从复命 为人舍命 完成使命 不是自杀 也不是神把他杀了 是我们人的罪 把耶稣给杀了 是耶稣舍己 是耶稣的爱 他顺从天父的命令 他舍命 他完成了神 托付给他的使命 好 最后我们看呢 耶稣被举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耶稣说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在人类历史中 从来没有一个人 他的死像耶稣一样 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真的是神的儿子 所以唯有他 能够从死里复活 唯有他 能够驾云升天 唯有他 还会驾云再来 这就是我们福音的信仰 所以 福音的信仰 不是一个宗教 福音的信仰 不是一个教会 福音信仰 不是一个相信一个牧师 福音信仰 只是相信一位救主 所以 我们不是相信一个宗教 相信一个教会 相信一个牧师 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救主 他就是圣经所记载的那位 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为了担当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 又在升天 凡相信他救恩的人 罪得赦免 灵魂得救 身体得俗 精神等候 他的再来 将来必进入永生的天国 这就是我们福音的信仰 希望我们经过这个福音信仰的版型 好好的思想 我们所信的 愿上帝赐福给你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支 scèn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啊 求祢能力抑制着大地 让万民因祢的拯救 主啊 愿烈把万民都归向祢 让万民都唱颂祢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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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愿烈把万民都归向祢 让万民都尊重祢的名 让万民都尊重祢的名 愿烈把万民都归向祢的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